來到這邊我好像突然間變得 我不用對任何人負責了 要啊 你要對我們負責喔 我要對你們負責喔 沒有啦 知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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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們今天是巨絲製造端的 一個側管特別企劃私下聊 那來到這一集呢 我今天請了三位 就曾經都在 詩劇場這個空間 然後透過台北議稅節的平台 然後因為台北議稅節呢 其中有一個項目是場地自主 場地自主呢 顧名思義就是有場地方 然後會來對外公開針見節目 然後大家會一起來有一點像是 也沒有到真的面試 我們都是跟大家聊一聊吧 明明就有面試 面試 但是因為也是規則值得的一個規範啦 這三位朋友們就是在歷屆以來 也剛好最新的就是一歲節的得主 朱成佑得獎的期間 其實我們 大家知道2023年是我們最後一年 進駐市劇場這空間啦 我們就剛好盤點了一下過去 其實每一年剛好在這邊 場地自主都有團隊得獎 然後我就自己也蠻驚訝的 然後又這樣沿路一路以來 就是跟幾位夥伴都還是有一些聯繫 所以就想說我們就做一個這樣子的一個主題 我們先從最遠的這一 你是誰然後你在做什麼 我是李宥偉 然後我是劇場工作者 那為什麼是劇場工作者 就是因為劇場的工作 我做了很多種 然後我也很難說我是特別專業在做哪一種 所以我就說我自己是劇場工作者 你是哪一年參與台北逸歲節場地自主 2022 節目名稱 一個人也要很快樂 AKA LONGLY GOD這樣 OK 那這一位 哈囉我是品文 我在2018還有2020年 以少女敘之的系列作品 參與私劇場這邊的場地自主 那我的作品主要就是跟女性主義性別 然後還有裸的表演手法有關 品文逸歲節之後確實也跟私合作了很 好幾項計畫 然後我覺得也開展了我們 對於之後很多計畫的一些想像 那我們等下再來聊 大家好我叫朱成佑 AKA除石 除色機器叫除石機 希望可愛的女生沒有小心機 來自馬戲之門團圓 TIME 我們沒有要組團 喔沒有沒有OK 反正就是2023年就是在這裡 第一次做一歲節 WTF 然後這個場地 其實在高中的時候就看過 喔你高中就有看過 喔我高中就有看過 那是幾年前 差不多8年吧 8年前吧 喔那時候你才高中 對差不多 所以你現在很年輕 不年輕26了 然後回顧一下2023 然後你是得創新實驗獎 創新實驗獎 因為他們很多獎我會有點記不起來 品文是 我記得你兩年都有拿獎對不對 三年都有拿獎 我三年都有拿獎 但是 我有點記不起來 第一年是不是叫什麼 原創 精神獎 對 2020回到詩劇場 然後那一年是一歲最大獎 然後是少女須之下 後 sorry 對 然後2022是拿一歲最大獎 那你是2022年度一歲獎 年度一歲獎 真的每一年的名字都有在換 對啊 但這個跟這個 我們兩個的意思應該是同樣的意思 就是最後一個獎 明白 因為其實有點可惜是 我記得好像是2021年以前的很多 建置起來一歲節的檔案紀錄是有點找不太到的 就是那個一歲的官網 這邊沒有百無禁忌可以累 每年都會消失一次 每年都會消失一次 我記得詩這邊我們好像是2018 2018 是第一次自主場地 對 第一次場地自主 然後2017年我們就只是開放給團隊 一般團隊來做 就是 就是像大家 如果參加一歲節的經驗就是會搶場地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 2018年是我們第一次做場地自主 欸天啊 所以我們做場地自主做了5年耶 而且已經5年過去了耶 我覺得現在在講1818的時候 聽起來感覺long time ago 18我還在欠薪水的時候 心繩還掏不出來要付給自己的時候 1818來演少女須知之前我都失業 對因為我跟品文我覺得會更認識一點是因為 因為品文在做少女須知之前其實 場地自主之前我們就有些 稍微深入一點點的認識 就是我們在高雄衛舞營那時候還沒有開幕的時候 Oh my god Eureka 對不對 對 Eureka計畫 你們是不是都不知道 你們都不知道 那不會有人知道 那計畫超秘密的 可是這計畫是不是很棒 我覺得開幕之後好像就有點不太一樣了 那決定當別人 我覺得實驗性跟行銷性就是有點不太一樣 那我要這邊稍微帶一下 Eureka計畫 那時候在開幕前她其實就找了20位 30位對不對 創作者加所有的什麼來賓啊 大概我感覺快要到30位 就是包含就是那個時候的這整個 魏武營自己營運的這些員工吧 加強應該有到30位 因為那時候蠻有趣的 就是他們開幕前做了一個 真的也算是一個比較不是公開的活動 他就把二三十位的他們叫做Art Maker 就是不是所謂的你是藝術家還是製作人 就是你是在跟Art有關係的 然後那時候參與的人很多 包括品文啊 余苑芳 洪千涵 明日和和三位 李明晨 謝捷華 等等等等等等 就是現在大家比較熟知的大家 然後我們就被關在魏武營五天 然後那時候還在施工 就是已經快要好了 那時候真的很快樂耶 很好玩 對因為那些東西都還沒有鋪上什麼紅色地毯 所以你就會看到那個牆面有點半裸體的狀況 然後我們就是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題可以去探索 就是魏武營的空間 然後去發想說我們可以在不同的空間做什麼事情 對然後那時候我剛好就跟品文配在同一組 然後那時候也是透過那個時間點去更深入了解說 品文他在實踐跟發展跟發想的一些內容是什麼 同時也是少女蓄資的那一年對不對 那一年就是我剛回台灣了 然後所以才會有空 因為真的那個時候那一年的狀況就是失業的狀況 所以才會我覺得才會比較有空可以離開台北 然後在不同的縣市裡面去參與像這樣子的內部活動 你那時候就已經搬回嘉義了嗎 其實2018年跨北舞蹈劇場就已經在嘉表助館了 然後一直到現在都還是 所以我都是就是算是兩邊跑 那你可不可以講一下是什麼原因 就是開始就是少女蓄資這一系列的創作 我覺得其實那時候會開始的原因就是我回台灣 從北京現代舞團退下來之後回台灣的時候 我投了非常多的舞蹈劫舞蹈平台 然後我都沒有入宿 然後我那時候在想的事情其實就是 因為我是一個我沒有辦法繼續當舞者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在前一份工作的時候 斷了一條人帶 對所以我明白我要繼續身體工作 我需要有一個我的方法了 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子 做什麼跟著大家做側翻 其他人都空翻 就不能做那種高強度的運動 那因為失業關係 我就開始回頭有點是去檢討 就是說為什麼我的提案 沒有辦法被這些有側展概念的舞蹈平台 是不是因為我的東西不夠好 是不是因為我自己在發想作品的時候 也有一點點想去服務這個側展的 我自己投射的一種側展的可能想要的脈絡 然後失業就給我一個很好的空間 我就覺得那我應該要做一個我自己可以做long term的計畫 而不是建一個做一個建一個做一個 那什麼事情是我已經很喜歡很在乎 並且我也累積了我足夠的專業思考 願意去投入的是什麼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好像少女徐資 它是一個跟議題有關係的作品 但其實當然它一定會有關係 但我只是覺得直接用議題來講這個作品 也不是那麼適合 但總之這個創作就是在一個 失業剛好沒有人管得著我的時候 我就在那一個時間因為場地自主的關係 然後也入選之後 我就開始了我獨立藝術的一個過程 所以算是某一個轉類點的時間點對不對 我覺得是但其實很晚耶 因為你想想看你做獨立創作 你是大概幾歲的時候 去年 那時候你幾歲 32 我也是好像是32的時候 你真的很幸運耶 你是最年輕 你幾歲開始獨立製作 你開始獨立製作了嗎 其實 去年失敗 他現在有點心虛的笑容 去年失敗嘛 然後今年 你不要說失敗 因為去年它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對啊我知道 所以那沒有叫失敗 那個只是時間點 對 失效 對啊對啊沒有打好疫苗 反正 但有這個想法很早就有了 對啊只是開始實踐 我覺得比較有能力差不多 2526這個時候 剛剛好我覺得剛剛好 所以你真的很幸運 2526 我還在那邊 剛剛研究所畢業 然後拿那種 可是我覺得以我們圈子 雅棋拳 算很晚耶 我覺得蠻有趣的是 不同領域 確實我覺得跟他的教育體制會有關係 就是在不同的學程過程 比如說以及大家對於創作的定義是什麼 但我們今天沒有要聊這麼深度啦 就是這個不是一個深度的一個 一個企劃 但我覺得有趣的是 剛剛品文提到的是說 你在失業的時候 然後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前期好像一直投不同的策展平台 但你剛提到一個很關鍵 我自己蠻喜歡的是 你後來回到終於自我說 我到底要做什麼 我研究的是什麼 然後我關心的是什麼 這個東西其實 也是我常常在跟很多創作者 或是藝術家工作的時候 都會提到說還是要回到自己 最關心的一個 不管是議題內容或是形式等等的 你到底想要怎麼做 所以其實場地自主 我們每一年在看企劃書的時候 或是大家所謂的面試 我自己覺得我們已經沒有很面試了 有啦你那一年還是有一點 我覺得有耶 可是不是因為我自己是外地人 你知道我都是從嘉義背著我的行李 然後到北車直接 北上面試 所以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行李都放了我下這樣 我都覺得 哇靠我去超 就是這個路途很遠 跟 我不知道誰要給我面試啊 就會有一種 我要去面試了 因為第一年我們其實 那時候做場地之後 也不知道怎麼面試 所以我們就是 那就是擺桌子 然後我們大家坐下來聽你講 然後一直衍生到他這一年 我們就稍微再用更不一樣的形式 就不是這麼 包括你那一年我們是坐在邊邊 但是還是會有那種面試感 為什麼就坐在邊邊 就原本設想就是 你們會做這一面 然後我還要用這一面 然後我想說好啊 怎麼跟你們面試 一起來看到 在一個角落我就 因為我們就以為你想要跟大家輕鬆聊的感覺啊 去中心化空間 沒有你只是 去空間中心化的概念 沒有你只是場地有佈置一下 感覺好像小咖啡廳三樓 所以沒有達到你的就是滿意值 沒有啊就是就是 喔還是要面試老師好 我們要叫你老師 我們要逼你們叫老師吧 沒有那個潛意識 還是會有 對 但這反而也是我覺得大家可以想就是 那個面試的形式跟定義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真的要做 因為其實每一年在做場地自主 我們內部回來在做討論跟分析的時候 我們就會一直想說 我們隔一年要做我們應該怎麼調 比如說一直調到 呃佑維跟 廚師的這一屆 我們其實就是請大家的那個企劃書提來 是不超過五頁對不對 有有有有有 因為我們很不想要讓大家說 交來了企劃書好像你要寫的什麼很 偉大的論述 然後十幾頁 因為一來其實我們根本沒有看不完 然後第二我覺得對創作來說這是一個折磨 我想到你最常收過幾頁 沒有 我收過二十幾頁的企劃書 我想說不就是一歲節嗎 那我收過此生最棒的企劃書 是只有一頁而且沒有寫完 哇 那個人就坐在你旁邊 真的是一頁半啦 哎呦一頁半 我後來回去看一下發現 你要不要自清一下 就我也是一樣的概念啊 我想說一歲節 然後就是我要教什麼 然後我又是一個人的創作 那我 就也沒有人幫我出其他的設計的概念 因為全部都只有我自己的概念 而且 就當時場地都還沒拿到之後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 我要怎麼做這個作品 對 所以我想說那我應該只需要 把我的概念講出來就好了 也沒有預算啊一歲節哪有預算 所以也不用拉預算 所以我想說如果大家對這個提議 對這個提案有興趣的話 那應該直接聊比較快 對 所以我就覺得沒有必要寫那麼多 因為我覺得寫都是寫給你們看的啊 那個也不是就是大家最後企劃書 跟成品能夠做出多少一樣的事情 我是覺得很還好啦 就是你做了之後才會知道你想做什麼 所以我覺得寫企劃書其實很很弔詭 就是你永遠都在還沒做作品之前 你就在想你的作品可以長什麼樣子 可是其實可能不行啊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那當初憑企劃書的人 他們要怎麼去顯示他們這一次的這個內容 或是未來的主題 之類的就是 他們到底是在考驗的是文字能力還是 到底我是鄙視還是還是到底要看創作 你怎麼可以從企劃書看出這個人的作品好不好 我不相信啊 其實你也講到很關鍵 天啊你們都好會講關鍵喔 就是因為剛剛提到說 我認為他是送進來的企劃書 大概就是一頁半 因為其實收企劃書並不是私這邊 是由主辦單位這邊統整好以後給我們 然後那時候我們打開資料夾以後呢 站在以我們所謂藝術行政或是製作創作 製作的觀點我們就想 這一定不是一個完整的企劃書 就是一頁半 但是就是一些比較零碎的文字 然後但我那時候看的時候 我看得懂這個概念是什麼 他想要幹嘛 但那時候其實也是給我們內部一個很大的刺激 就是創作者一定要很會寫企劃書 他才能做創作嗎 那一樣回到我們來討論是說 就像你剛剛提到的 到底我們要展現的是一個創作的一個思維概念 還是說我們要來比的是一個比試的比賽或是考驗嗎 公文大賽 對對對所以其實我覺得在不同的機制跟不同的平台 他有不同的操作方式 比如說如果以講補助來說好了 你的內容相對完整了 那你可能真的就需要有一些相對的企劃書去得到 去去獲取這樣子的一個補助 因為他的機制跟像易碎姐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易碎姐鼓勵的是一個比較實驗性開放性的 那是不是一定要一個很完整的一種 這種企劃文字內容 因為我們真的也說過就是企劃文字內容來 但是作品出來就 你在幹嘛這樣子 對 所以那一年我們也是 就是我們看到企劃書有我們內部 什麼意思你不要一直是搶鏡頭 沒有就寫的 我自己覺得寫的蠻好 但做出來好像差蠻多的 好我就回到這邊 因為那一年我們有造成一個內部的一個討論 就是大家看完企劃書以後 因為我們採取的方式就是所有的夥伴都可以選擇 就是要不要第二部的就是大家一起來聊 所謂的面談 然後其實就普遍大家都會給幼微的分數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高 但我那時候就說不行 這個人我覺得他的文字有東西要說 我覺得先當面聊再說 然後所以才跟他當面聊 恭喜 我覺得我有盡量寫的引人錄勝 但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沒有 因為我有點就想說我把企劃書寫的稍微 幽默一點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這個作品 他就是這個路數的 因為我覺得如果企劃書寫的很官話的話 我有點看不到這個人在想什麼這樣 因為在那之前我跟幼微也不熟悉 其實有看過他是在一個舞台設計鄭選勳 他的個展就是小人 小人物 他要生氣了 他要生氣了怎麼辦 小人物探險隊 不是吧 探險隊啦 但我不知道那一年他的個展 他有沒有再開一個新主題這樣 好 anyway就是 他愛學習 學習你不要生氣喔 因為然後幼微那時候是幫他做影像紀錄跟宣傳片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們也沒有什麼對話到 然後他就投了場地自主 對然後其實是不熟悉的情況 像聊了以後才知道他到底想做什麼 那你要不要講一下你做什麼 我做什麼 我做了一個人的劇場作品這樣 那 就其實我就覺得 其實他是一個solo啦 可是solo這個概念其實在 戲劇裡面有 然後在舞蹈裡面有 然後他比較就是會讓大家看到這個表演人 表演者的一個 特質或是他的本質 或是他真的在意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我也有想過說 我就是我決定要做solo的時候 我就想說做solo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就 開始整理我自己 在劇場裡面做很多事情的經歷 所以我就覺得 他也是我在劇場裡面最困惑的人 就是我 同時做這麼多事情 就是我到底有沒有把一件事情專心做好 所以我就試著 好那我就一口氣把所有我會做的事情都一次做了 我也不讓任何人來幫我 那我如果可以把這個作品 做的還不錯的話 那也許我會比較對得起 我在劇場裡面做的這麼多事情 因為如果我一直都是覺得 如果我做的作品做的很爛 那代表我其實應該要好好專心做一件事情 把它做好才對 所以我就有了這個 算是對自己的挑戰了 所以那個作品其實某個程度也是你在自我的解釋 但是你也是在對整個生態去提出一個可能性的提問對不對 我不敢說對整個生態有在提出什麼可能性 但我是蠻在 蠻在檢視自己的 沒有錯 整個劇場圈 你在叩問整個劇場圈 我們到底做什麼 沒有我覺得劇場圈就是 大家一起做事情很開心 是沒有問題的 對 但我就好奇一個人可以 做到什麼地步 其實一個人做完之後就會覺得 其實大家一起做真的更棒 劇場還是 人都做才好玩 對啊 所以我這樣也還在跟這個作品 繼續的磨合 我想說我到底要 傳遞什麼 對或者我自己一個人做這件事情 跟劇場之間的連結是什麼 差異是什麼 對啊 因為他那時候蠻有趣的是 他一個人做完 所有我們想像得到在劇場裡的所有的工作 包括從前台 然後從 所謂的燈光設計舞台 設計舞台執行 燈光執行 影像執行 影像設計 然後 然後 演員 導演 編劇 然後拆台 技術 然後連慶功業都自己一個人吃 所以他完全完完全的實踐 就是一個人 也可以很快樂 也很快樂 算是 有苦有樂 不敢說全部都快樂 因為過程還是有時候蠻 蠻Longly的 蠻Longly 跟最Longly的時候是 因為一歲都會有那個志工嘛 對 然後就是我前面開眼前我就在暖身 對 有一個人暖身 然後志工就在角落這樣 一群人在聊天 哇 你想加入他們嗎 我不想加入他們 可是我就覺得 哇那個對比真的是超級 覺得 哇我前面裝台 裝完台之後 然後把場地 setting好 然後道具setting好 然後我要開始暖身了 然後旁邊 有人在聊天 我就覺得 哇兩個世界 你跟他們說住嘴 我現在在Longly 就是我也蠻 一來 二來也是蠻享受的 哇 這樣真的有 給有一番風味 因為你其實接著 也不能說接著 你一直以來都有參與不同的劇組的作品嘛 比如說包括 比如說2023年跟沙妹的泰特斯啊等等的 或是說跟你明成百頁 都是一個 比較群體性的工作 你有沒有覺得那個落差更明顯嗎 就是在 因為你同時在23年還是有在做 這個 你剛剛的 你的solo的作品的一個巡演嗎 對不對 我覺得其實最明顯是去年 那叫做 也是風格社的超級市場 然後超級市場就是一個演員 大概有10個以上的大型製作 就是 算中大型製作 就是設計部門也是滿滿的 然後crew也是滿滿的 對 就超級多人 而且時間是不是很接近 你剛好演完之後 剛演完之後 三天就演這個了 就演超級市場 沒有這超級市場 演完三天之後就演一個人的solo 哇那好大的差異喔 現在很快樂但很痛苦 就是在那邊我什麼事都不用想 我只要說好啊 想好我表演的事情就好了 而且你 我記得你就是有一些台詞量 然後段落性的露出對不對 應該說整個作品的語言量都非常大 所以其實大家都要背很多的詞 我本來以為我可以在 因為講說進劇場有近兩週 我可以在劇場之後裡面想我solo的事情 你想太天真了 完全想不太到 完全 因為那個李明成就很喜歡在劇場之後 你是要抱怨李明成嗎 沒有我都很喜歡在劇場之後 一直不斷發想新的東西 讓整個作品更加的完整 所以我們很多東西在劇場之後還決定 好那這個你要把它背起來這樣 然後我就花了很大的心思跟專注在超級市場裡面 然後之後再過來 超級市場結束之後到私劇場裡面 然後要演solo的時候 就非常大的反差 很大的差異對不對 就是沒有人 這樣被台詞 沒有人逼你要被台詞 就是我好像可以 就在當演員的時候好像在劇場 我要對所有部門負責 因為我們是最後把作品呈現出來的人 然後來到這邊的時候我好像突然間變得 我不用對任何人負責了 要啊你要對我們負責 我要對你們負責喔 沒有啦就要啦 對啊就是覺得 我好像突然間我不用去 care 我有沒有哪邊走不對走不好 因為 沒有台下的觀眾 可能不知道你走錯 那以前在大劇場裡面就是 導演會知道你哪邊做的不好 會去調整 可是我進來這邊之後 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哪裡做的不好 我在當下我只能自己覺得我到底做的好不好 所以 這也是一個人做的最大的迷惑 就是創作什麼過程啊 自己一個人 裝台還是什麼的都 都還好 可是不知道自己演的怎麼樣 然後沒有人可以給你 意見的時候 那個是最困擾的地方 或是最困惑的地方 你真的是採取了兩個極端 因為三天後馬上進自己一個人的劇組 對那一年看完以後 呃去年 一歲節還沒有所謂的即刻重演 因為品文有經歷即刻重演 好像到2020 是最後一年對不對 就有主辦單位 但今年又有了 喔 nice 對但是今年又有的原因是因為 呃去年剛好又尾那一年 因為我覺得是整個疫情 然後再加上整個組織的變革 我主謂主辦單位組織變革 所以他們也還在調整跟調評 易穗節應該怎麼做 但我那一年就有點直接不管 就是看完了 又為了就是 我記得是第二場還是第三場 你是演幾場啊 那應該是最後一場 我演三場 喔那我就是看完 我是看最後一場 嗯 你居然我連看最後一場都記得 我看完以後馬上私訊他說 你願不願意再私即刻重演 就是我們自己做我們自己的即刻重演 然後他好像也是馬上 因為我其實當時 做完三場之後 我覺得我到第三場之後才 稍微掌握了一些事情 天啊 所以前面兩場是亂來 沒有啊就是 都很 你要不要對前面兩場有觀眾負責一下 其實我真的對第一場的觀眾感到很抱歉 就其實他們如果後來都 我就說我也不可能特別要給你們啦 哈哈哈哈 就是 因為就是一場一場之後 因為就跟我前面說的 沒有人可以給我意見 所以我是從 第一場觀眾進來的時候 我就開始想說啊哪邊要調整 然後第二場再調整 然後第三場就覺得喔 好像終於 把結構 或者我知道什麼樣這個作品應該要 怎麼跟觀眾溝通之後 然後就演完了 所以我覺得天啊 好像要再演一下 不然我想說如果真的突到很後面才要重演 對 就感覺就跑掉了 就我很想要抓住那個感覺 因為當然我覺得 我當天看完以後 我就覺得欸他好像 還有一些東西可以持續跟觀眾對話 然後我覺得也是剛剛又有提到一個關鍵 就是作品他本來就不是 首演了以後好像就都會 一樣一直一樣畫葫蘆 尤其是在表演藝術的劇場 我覺得這也是很迷人的地方 他會在每一場因為觀眾的反應 然後因為你現場的表現 然後再去不同的堆疊 或是去做不同的論事 然後他會有不太一樣的火花 然後我也那時候還蠻開心 就是誘惟就直接就說 好啊那我馬上來即刻重演 好像是隔一週 啊沒有 隔一... 一週或是兩週啦 對一兩週後 他就馬上就在私誘 在即刻重演 然後我們其實是做的也不多 我們就說我們就 就把一些資料啊 就把它整理一下 然後就直接來 然後也都有賣完嘛對不對 差不多 然後他就也蠻幸運的 今年就又有 北藝中心主辦的 那個叫什麼 名字也一直改 我真的不太確定 應該叫做榮耀回歸 對叫榮耀回歸 可是今年也有一個不一樣的主題 他叫什麼 易歲前夜季 對反正就很多 然後又有四四南村的謠言等等的 對然後我覺得其實是 蠻好的就是一直在跟 跟大家做不一樣的實驗跟累積啦 對 那又回到你這邊啊 因為你去年原本是要跟他一起PK的 你知道嗎 我知道我知道 好險沒有 你們覺得好險沒有 好險沒有